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十余赛 那么中国队今天晚上十一点钟与阿曼队的比赛即将展开 那么中央电视台的第五频道也在比赛前的半个小时就已经开始正在直播 那么从这个赛前的预测分析等等各个方面来介绍这场比赛 因为说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四轮比赛 那么阿曼队是取得了两胜两负的成绩 尤其是首轮1比0战胜日本队的比赛是让他们爆出了本次十余赛 到目前为止的最大冷门 目前他们继六个积分排名第三 而中国队的话则是排名倒数第二 不过距离排名第三的阿曼队仅仅有三分的差距而已 如果这场比赛中国队能够战胜阿曼队的话 那么排名将至少上升一个位次来到第四的位置 而日本队如果说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有闪失的话 中国队甚至有可能直接抢到第三的位置 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可以说是志在比的 那么双方在赛前已经公布了各自的首发阵容 相对于中国队这边的首发阵容 与我们之前预测的只是相差了一名球员 那就是我们此前在预测李铁的433首发阵容当中 是将刘彬彬预测到首发阵容里边 但是这场比赛洛国富是顶替刘彬彬出现在的首发阵容当中 那么也就是说本场比赛在首发阵容里面有三名规划球员 这也是李铁自上任以来第一次在首发阵容使用超过两名以上的规划球员 这一点的话是多多少少给人一惊喜 因为我们知道此前李铁在中国队的各项比赛当中 由于对于规划球员的冷漠导致战机相对比较一般 也是遭受了非常大的争议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 启用三名规划球员似乎也正是李铁开始 已经是拨乱反正考虑如何能够在开局打出一个更好的比赛 那么本场比赛的433这种与咱们此前的预测 基本上是一致的 门将严俊玲后卫从左到右一次是王生超 朱成杰 蒋光泰以及张立鹏后腰方面的话 吴欣以及许欣 这是本次试育赛第一次首发的这样一个后腰 在大刀上洛国富组成三个中场 那三个前锋是吴磊 阿兰以及张玉宁 可以说这样一个首发阵容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当然还有一名规划球员埃克森在替补起上 这一点倒是不出意外 说实话埃克森目前的整体的状态和实力打替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那么看到这个433的首发阵容里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队的攻击性是非常强的 另外的话这个阵容也是充满着玄机的 像洛国富和吴磊随时有可能会撤到边前位的位置上 然后与这个吴欣以及许欣组成四中场的一个配置 一方面能够增强中场的人数 增强中场的违比力度 另一方面的话也能够增强中场的宽度 因为离铁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喜欢打这种边路传中的战术的 那中国队在12强赛当中唯一取得的一场胜利 就是三比二战胜越南队的比赛 当时中国队的边路传中就给越南队造成了非常大的危机 那面对同样身材也不是特别高大的阿曼队 或许这套战术能够起到比较不错的作用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阿兰和洛国富在上一场打沙特队的比赛当中 在下半场一上场两个人就有过一次精彩的配合 并且帮助队打进了当时的第一个进球 同时两个人在场上的配合也是非常的磨叽 那么从战位上来看的话 这场比赛洛国富和阿兰都是偏向于左路的一个位置 似乎离铁也是希望这两名来自于巴西裔的规划球员 能够在左边路创造出更多的机会 以让吴磊张玉宁这些前锋 能够有机会去突击对手的球员 那一旦面对对手的严防死守的话 这种边路传中的战术应该说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说我觉得离铁的这套首发阵容的话 还是能够给人以更多的期待吧 这场比赛中国队战胜阿曼队的概率 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从这套首发阵容来看攻击力还是非常强的 那么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 时间中国队的比赛将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后就将开始 中央电视台的第五频道目前已经开始展开了转播 也欢迎大家去锁定一起为中国队加油 希望中国队能够取得失域赛的第二场胜利 延续冲击卡塔尔世界杯的希望 也欢迎大家来看